立法委員丹守博 午後再去時時 來到福建鄉的西区遊林峰 在福建鄉中最嚴重的培董日下 發行告示這個 跟小朋友做會來看會本跟告示 另外立委丹守博 也向交通保障出50分 切名叫做幸運的一群就好會本 將親自上告就跟福建和美区的遊林峰 跟小朋友保有動物的看法關聯 但是本身立委這隻來到六港 西区遊林峰說告訴小朋友聽 石虎就是牠長得有點像是貓 牠是貓科的 就是這樣子的 看起來是很像一隻貓 但是牠的名字叫做石虎 對 牠石虎呢 牠現在是一種保育類的動物 牠跑很快 牠的動作很快 那石虎牠的數量越來越少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那我們剛剛從這邊把故事 進出到50分的尾本 要來送給大陸甘地區的遊林 對生命的尊重 感謝我們的立法委員陳秀寶 到我們鄉托來講故事 每位小朋友聽到時候 我們的委員要來講故事 大家都很高興很期待 能夠有這個機會播出這個時間 來跟我們福建鄉的小孩 來做一些教育 然後用講故事的方式 讓他們認識更多 但修寶的獲得故事尾本 用新東話派的方式 跟小朋友合同 團達保有的觀念 故事說完之後 修寶這桌也來基盤 有種真的活動 現場窗外幸福的環境下 就像花西門林貴英 好親切的方法